据央视3月21日援引俄美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忙里偷闲 带着国防部长邵伊谷前往西伯利亚 在面临深处度过了一个歉意的周末 据俄美公布的视频 普京亲自驾驶旅带越野车 带着邵伊谷在雪地里兜风 3月的西伯利亚依旧寒冷 平均温度接近零下20度 地面上仍有大量积雪 积雪下面还有光滑的冰层 种种条件都对车辆行驶造成了很大麻烦 但是克格勃出身的普京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车辆把控的很稳 此外两人还下车共同穿越独木桥 欣赏周边雪景 邵伊谷年轻时曾在建筑行业工作 做得一手好不公 此次度假他还在自己的母屋里 向普京展示了自己的木雕作品 玩累了他和邵伊谷就坐着 披着兽皮的座椅上吃野餐 普京面带微笑心情不错 可以看到普京和邵伊谷穿着同款的大衣 使用同款的水杯 已经看不出上下级关系 更似一对亲兄弟结伴出游 普京看邵伊谷的眼神 也透露着十分的欣赏与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 邵伊谷出生于图瓦共和国 算是正宗的西伯利亚当地人 此次度假他全程扮演保镖和导游的角色 这两年普京来西伯利亚度假 都是邵伊谷贴事陪同 而在前些年陪普京度假的人士 前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鉴于邵伊谷与普京面临相仿 邵伊谷似乎不太可能成为 普京的接班人选 但目前与普京关系最亲近 配合最默契的人 大概非邵伊谷莫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